零元 機票也零元 他只付了300塊的機場稅 天啊 300塊從台北飛到哪裡 吉隆坡 吉隆坡 對不起 馬尼拉 馬尼拉 菲律賓 就花了300塊 但是你要 真的要很早以前做大科 他要盯在網路前面鳥殺 一直在三三 沒有 所以知道嗎 因為喜歡旅行的人 會一直去盯這個機票 我有時候覺得 如果用這種精神 去盯那個股市 不過當你這個 訂到成功的時候 好像比中了樂透還樂對不對 因為那是非常高難度的 因為像我那個朋友 他就每天都在盯這個 然後後來他買到那300多塊 去了菲律賓之後 思衰滋味 後來又做了一次 一模一樣促銷 他就在電腦前面 探一口氣說 這麼便宜 比去台中還便宜 再去一次好了 又再訂一次 又再飛去玩一次 然後他又訂成功了 對 所以其實如果 他就時間很有閒就對了 但是這屬於 你的時間比較彈性 然後而且你願意花時間 去在網路上做課 那像這種所謂的 這麼低價的 或者是幾乎是零元 稅金也零元的 他會有什麼特別的規定嗎 比如說 水的不給你喝 三明治沒得吃 對 其實基本上 低價航空飛機 其實都還滿OK的 而且機上來都有服務員 但是他有一個 我覺得要提醒姐妹們的 就是說 如果喜歡購物的人 因為低價航空 通常他 然後如果你要多一些行李的話 你要多付錢 然後所以如果你這一次 購物之旅的話 你可能就記得 你要出發的時候 東西要越少越好 我講一個例子給大家 然後另外 對 低價航空的話 基本上他有些 他有些時候是 水沒得喝 要花錢 真的 然後那個東西 但是這個可以自備 可以自備 但是我上次碰到一個 是很好玩的 上去之後發現 冷氣特別冷 那冷氣在冒煙你知道嗎 然後冒煙 然後就很冷很冷 然後跟航空姐說 可不可以給你拿毛毯 毯子 毛毯 毛毯的話 要毛毯的話 差不多合台幣250塊 清潔費 OK 好 所以你買到了非常 然後我就想說 他是有陰謀的 故意把冷氣放的 沒錯 還有其實他的那個 交餐食其實也還滿貴的 大部分來講算是貴這樣 所以你這個 雖然買到非常便宜的機票 上了這個飛機 但是你上去以後 有點就像是什麼樣 要被勒索了 不是上賊船嗎 有點這個味道 有點這個味道 你幹什麼可能都要付比較高的 這個費用了 好 那我們現場有很多隊的姐妹淘 或者是親姐妹 她們如何在亞洲做短期的旅行 能夠玩得既超值又非常的愉快 我們先來聽聽這個Angel Angel在哪裡 Angel你是跟誰一起去 我跟姐姐還有我的姐妹淘 姐姐是Helen對不對 這隊真是漂亮的姐妹花了 好 這個去哪裡 我們是去泰國的曼谷 五天四夜是不是 六天五夜 但其實第一天是半夜飛到那邊了 所以因為飛半夜比較便宜嗎 幹嘛半夜飛 偷偷摸摸的要飛出去了 對 雖然說它多了一天 但實際上它其實 團費下來是比較便宜的 那Helen要不要談一談 在這個曼谷玩了什麼 我們這一次其實比較特別 就在我們出發之前 我們就先做了這個打卡表記 打卡 自備打卡對不對 對 因為現在在這個就是很 Facebook很普及的一個時代 大家到哪都會打卡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想說 泰國可能它的網路不是那麼發達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我們可以自己製作一個 打卡的表記 對 我們就是先拍照 到一個景點就拍照 只要我們一到有Wi-Fi的地方 我們就會立刻把照片上傳 跟朋友分享這種感覺 OK 這就是結合了網路的 新時代的年輕人的玩法 當然我相信很多人 台灣的民眾到過泰國 到過曼谷 妳有什麼不同的 除了會打卡之外 還有沒有找到一些什麼特別的景點 比較特別的景點 應該是說像曼谷 大家現在都是覺得它是一個時尚 很時尚流行的地方 但是因為去到這個比較有 文藝氣息的國家 我們還是挑選了一個 像是沃佛寺的這個景點 像妳們也會喜歡去這裡嗎 會覺得說來到泰國 就入境隨俗一下 要感受一下當地最特殊的文化背景 對 而且 所以去了沃佛寺 對沃佛寺 那它其實也都不用門票 我們只要搭乘渡輪 我們就可以抵達沃佛寺的部分 這張照片是妳們拍的嗎 對 是我們拍的 這個妳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這個沃佛很大 它很大 它有15尺長的樣子 它是一間最古老 然後最大間的佛寺 在曼谷的部分 觀光客幾乎都會去 像這個角度 就是我們從它的腳的部分 這樣子把它拍過去 其實就是這個角度 才可以拍到全部 才能夠拍到全身對不對 對 我不知道現在兩位年輕的小姐 到了這個曼谷之後 會不會去購物一番呢 會 其實我們為什麼會選定曼谷 就是因為我們 其實有做了很多功課 發現曼谷它是一個時尚的地方 它有非常多的設計師 尤其是潮梯什麼的 都非常流行 而且它的價位其實是非常便宜的 所以其實在這次的曼谷行 在購物的部分 我們也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我覺得跟姊妹淘一起旅遊的好處 就是它常常會有一些折扣跟優惠 譬如說買到多少錢 它再會有多少的折扣 這個時候有姊妹最好 就說那你也買啦 你也買 你也買 比如說買三件 可能就會是打五折對不對 對 就會慫恿說 那你也買一件好 你也買一件 大家一起買一餐一樣很好 這樣就會慫恿彼此 所以我知道最近 有很多的年輕女孩子 很喜歡到曼谷去 就是因為在當地 有很多興銳的設計家 然後同時 他們的服裝相對是便宜的 設計感也不錯 然後資料也很好 所以吸引了亞洲很多的女性 前去逛街 要不要請這個七月補充一下 曼谷有沒有什麼新玩法 曼谷的話我覺得 如果說是女孩子 想要去逛街的話 我會建議幾個地方 第一個如果說想要去逛的話 可以去他們最大的 顯羅商城 山羊巴拉棍這個 顯羅商城這個地方 顯羅商城 因為顯羅商城這地方 算是他們比較 算是很有名的一個大的 像Pip Mall 而且如果到那邊的話 你逛累的話 我建議你一定要去這邊看電影 看電影 為什麼 因為曼谷的電影 比台灣還要早 還要更早 比較便宜嗎 一張票帶多少錢 便宜差不多 我們看一場電影差不多要 差不多280 會講英文 講台文 他們那邊的話就是有 看英文字幕 有英文字幕 然後他們那邊大概 台幣不到200塊 所以說其實到曼谷的話 還滿適合年輕女孩子 但是畢竟泰國的治安 是比較混亂一點 所以要小心 所以要小心 對 沒有錯 我相信Helen跟Angel 有沒有去享受過 當地的泰式按摩 有 每天一定都要 每天一定都要對不對 對 因為每天都走太多路 逛太多街了 所以每天都是走到 就是大家都說 舉雙手雙腳贊成說 我們去馬一下小腿好了 所以你們是以 足部的按摩為主 足部的按摩 一個小時大概350塊 300到350泰銖 泰銖 那就是台幣大概 跟台幣差不多 那還是非常便宜 還是非常便宜 因為在台灣其實按摩還滿貴的 做SPA是還滿貴的 好 這個是Angel跟Helen 到泰國去 去做旅遊 繼續我們來跟茲輩 還有Amanda聊一下 茲輩其實她自己也是旅遊達人 她的膽子也很大 上次到我們節目當中來了 就是說 遭到一對兄弟 持槍對你搶劫 對 是不是 沒有成功 還臨危不亂 還跟他們交了好朋友 對 怎麼會這樣 我經常性都會有出現 這樣的事情 可是可以跟當地人交流 還是滿開心的 妳有一種比較國際性的性格 有沒有 就是妳跟不同的人 都還可以交通 可以溝通 好 那妳要分享一下 妳覺得跟姊妹濤 短期的旅行去哪裡 OK 我們這一次是去巴厘島 因為其實我個人會去比較長線 但是只要是國內其實很多上班族 女生還是會比較傾向五天失業 或一個禮拜的旅程 我們這一次選擇巴厘島 我是比較建議大家 如果大家到了巴厘島 大家都知道可以住VILA 其實很多的錢 你可以省下來住好的住宿 如果你們有一群姐妹套的話 像那時候我們有一群 幾個都是女生 其實你不管是在派對 或者是他有自己的廚房 我們有自己的管家 所以其實你自己就可以在 你自己住的地方省下很多錢 兩個人的話 大概是250塊美金可以住到 然後像這一棟的話 大概是450塊美金 所以可以住VILA 然後巴厘島 我知道很多女生 是 三不五時就去巴厘島 對 覺得巴厘島好放鬆 對 尤其電影之後 一個人移行之後 有很多夢想 沒有錯 所以妳有在當地找到一個 可以幫妳分析一下 妳的生命歷程的大師嗎 沒有 但是我們遇到很多騙子 其實因為 妳很怪 妳不是遇到搶匪 就是遇到騙子 但是妳都能夠逢兇劃急 適合旅行 其實我們亞洲女生 其實只要到那邊 尤其是我們女生很容易 出去姐妹套完 想要打扮得漂亮 所以人家一看妳說 觀光客 那觀光客一定什麼 有錢啊 他一定拿錢要來購物 所以其實很容易 妳走在路上就 各種稀奇古怪 他們都想辦法賣東西給妳 對 就是 他也不跟你講要賣妳什麼 他可能就看著妳就對妳喊 直接對妳喊著說 10萬塊要不要買10萬塊 是當地的Ruby Ruby Ruby便宜 Rollex 也是卡西歐卡西歐 喊到後來沒有 只有喊價錢 直接喊價錢 不然問妳 boyfriend 也問妳來購物是不需要 什麼意思啊